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这里阿里布达小甜心非常贴心的要提醒大家 好 现在我们就请小甜心文文来提醒大家几点外出旅行的注意事项 在此要为大家提醒一下呢 我们第一点是出发前熟悉旅行的路线跟情况 最好跟朋友一起前往哦 单人的话有很多地方不方便 那出外要小心安全 是 所以大家要主团 而且要了解旅行的路线 不要单人前行 很危险 对 那第二点呢 出发前熟悉旅行 注意当地天气变化 提前取得旅游的目的地 然后它的气候呢 资料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原住民 一定要听双印记恐怖是不是 而且呢要记得要带轻便然后保暖的衣服 那随身要带保暖的外套哦 还有那个折叠伞 雨伞 然后雨衣 诶这个猪脚哥你们外出旅行都会注意这些东西吗 会 你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如果下雨是什么 下雨的话呢就是要带雨衣 要带雨衣 对对对 那FAN你呢 我的秘密就是下雨的话就躺在民宿睡觉 哈哈哈 不要出门啦 好 其实我还是比较就是 趁大家是带雨衣比较方便 因为雨洒的话风大可能会开花 对 好 接下来这一点是 我们春天的话雨水比较多 那穿鞋子尽量用防水的为衣 呃 现在有流行那种流行的那种雨绝啊 哦 对 那种鞋子就是时尚好看而且又防水 哇塞 那个不便宜吧 呃一双其实都还OK啦 就一千出的有钱 所以出外旅行真的这也很重要 对 穿鞋要防水 好 接下来这一点 那注意要携带必要的食品 以防你多多半怒 就是肚子会饿啊 是 然后饮料还有水 尤其是水是最重要的 是最重要 那尽量携带要轻便为主 不要随便踩食 不然的话小心会中毒 四角哥你们去野外的时候 会分辨哪些东西可以吃 呃基本上还是以背包里面的罐头食品为主 哦你们自己背罐头食品出去 但是如果有原住民朋友同行的话呢 他吃什么我们就跟着吃 你吃吗 他吃的你们能吃吗 平地人 就是跟着吃就对了 哦 那会对身上的那种就是 可以采集的食物比较有了解 对对对 那费你们 这个小时候妈妈有跟我讲 不要捡路边的东西吃 路边的野花不要吃 好来接下来这一点 尽量不要住在阴凉潮湿的地方 以便呢会受潮汁 以免啊以便 以免 对不起 会因为潮湿的话 像很多人容易就 松湿症啊 然后或者是说对潮湿过敏 那要记得带常备的药瓶 比如说你自己会过敏的药物也要带着 那以防发烧感冒或拉肚子等状况意外发生 对 那灯下波时物迎风而立 避免受凉 而且迎风走的话 事物就是会有阻力 会比较累到 这一点还真贴心啊 至少跟你们下山应该都很喜欢风吹 哇那种 这种开放的感觉 因为我们一般在 如果在登山的话 你如果走的话 一般我们的衣服都穿排汗的衣服 对 可是如果说你有 身体是潮湿的话 其实吹风是很容易着凉的 哇很容易失温 对 就跟打球完 群伦潮湿 然后又吹冷气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这就非常非常 保暖中 这一点Fan你就要注意了 刚刚在那个 洞口做这件事 对 如果是在外野呢 野外这样子 外野是 野外 野外 野外吹烤 在外野吹烧烤 对野吹烧烤 要注意风向 不要随便丢弃火种 那做到人种火灭这点 并将灰烬用土掩埋 以免死灰复燃 那引起火灘的话真的很不好 死灰复燃很糟糕 对 有些感情死灰复燃 好像 对 而且也不要忘丢烟地啊 哦烟地 对 所以Fan你们刚刚在那个 冬奥再往二十公... 二十分钟路程那边野吹 有没有好好的灭火 是是是 我们都那个拿土 这个沙滩的土 对 直接拿土 这一点真的很危险 要小心 对 对 一面在山上的话 会引起生灵复燃 所以我们这种情感 损失惨重 是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 继续聊聊 我们两位来宾 到底台湾中南部 有哪里也是很好玩的秘迹 哦 猪脚哥 你们中南部应该是很熟吧 你常常往外跑 对 东部 东部哦 对对对 你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东部的地方 东部对对对对 这一瓶是什么秘密武器的吗 这个就是 原住民液体的这个 威和缸 液体的威和缸 这里面是什么啊 好像是 一只一只的是什么 风涌吗 虎头风 虎头风 这是虎头风酒 对对 虎头风酒 这个由来是什么 然后你看里面有一只一只的 还有翅膀 怎么会有虎头风酒 因为这个偶然有一次 在原住民的朋友家里呢 他们招待我喝了原住民 这个自己酿的这个 抓的虎头风酒 那发现有奇笑 什么奇笑 所以后来有一次到南部 就是我跟我代表要介绍景点 一样接近的地方 立道村 一个布农族的部落 是 那我们的杂货店 我们就很喜欢逛 部落的这个杂货店的部落 哇很丰富啊 部落的那个杂货店 因为里面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产品 对对对 会有一些手工的产品 像这个就是他们当地人自己 听证抓气质炮的这个 虎头风酒 台东的班长 对对对 哦 所以你们喝完的奇笑是 喝完奇笑就是 半夜回去参加圣子节目这样 而且参加的时候男性 对对对对 哇真的太有奇笑了 一般都是天料才会 你需要我问我看吗 各位荧幕前的观众 如果你有需要写信来 好请到粉丝团留言 我们就赏你一杯 好不好 希望让你有奇笑 嘿嘿嘿 刚刚那个我出角跟来说 他那个奇笑只有两个火头风 就有奇笑 这里头我看少说也有十几个 这里面有几支啊 这个 不知道 没有锁 天呐那我们这样喝一口 可以 可以撑很久 重点是他才200块 他生的 对 200 对就是 很便宜的威尔岗 对 所以你说你要介绍的是南横的哪里 南横的这个 靠称啊 这个 台湾最美丽的野溪温泉 哦 也是个野溪温泉 对对 那我先介绍这张照片是 这个 在南横的天池 天池 对 海拔已经大概3000 哇 这边的一个扁薄的一个树 漂亮的一棵树 嗯 也是扁薄的一棵树 然后呢 我们要到摩天岭这个地方呢 旁边有一个 算是产业道路 嗯 下切之后呢 再种下溪谷大概三四百公尺 嗯 可以到这个 新屋旅区的一个支流 哇 那这是01年去的照片 哇 也是12年前的照片 对 这是01年去的照片 哇 这就是野溪温泉 好漂亮 那温泉从上面流布下来 它有一些碳酸钙啊 对 一些沉寂这样子 对 那滚河下面的吸水 我们自己挖池子 自己泡这样子 哇 这个每一年的景色都会变化吗 哇 对对对 因为这是01年的照片 然后我们隔年又再去呢 它的景就变这样子 它山壁的景就变成 整个颜色有变 对 因为我们经过雨水的冲刷 或是有台风的冲刷 水流的冲刷这样子 哇 所以景色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边很少人都知道吗 呃 这个慢慢当然很多的探险节目介绍之后 很多人都有去 那这个比较特别的是这个 这是大概是号称不怕烫的青蛙 诶 这一支是青蛙 这是日本的树蛙 它是温泉蛙 温泉蛙 所以它在温泉的旁边 就可以看到这只蛙 然后它也是跟这个 它颜色就有点灰白色 对 泡多温泉 对对对 可能就是有碳酸钙的成绩在它身上 碳酸钙的表面 对是这样 那这边的这个温泉呢 它的旁边的吸水 因为海拔已经前移了 对 所以旁边的吸水的温度 大概只有五六度 诶 那其实很冰诶 对 而且你要泡这个温泉 还不是走下山就泡得到 还要溯溪 还要溯溪才找到 溯溪到对岸去才有得泡 哇 所以你再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如果要去这个地方 它大概怎么去 也是 也是可以从东部 因为从东部 然后观山呢 那边可以 直接就是那个 观山那边 然后就是进那个南横 然后到摩天这个地方 摩天岭 对摩天岭的附近 它有一个产业道路 然后那个 直接从那个 旁边的菜园停车之后呢 要下去 菜园停车 那也是下屑溪湖一個下屑 所以其實你要泡這種野溪溫泉 真的要很辛苦耶 要到處找啊 登山 翻山越野 但是值得嘛 很值得 對對對 每一年的景色又會有不一樣的變化 對對對 不太棒了 所以 Fan你接下來要為我們介紹的是哪個好地方 接下來介紹的是 從台灣任何一個主要城市去 大概都要三四個小時啦 這麼久 不管從哪裡去都要這麼久 對對對